謝謝主持人的介紹 今天這邊就是這個議程 就是這個議程軌這個slice要講的題目 就是大家在寫C++的時候 有沒有困惑過一個問題 就是說像我們在Python 這種比較高階動態程式語言裡面 我們要寫Argument Parser 或者是這種Print Cout 這種函數的時候 在Python裡是很好寫的 但一遇到了C++ 它就變得很囉嗦很複雜很難寫 今天要講的題目就是關於一個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就是大家以後再寫CR 或者這種資料處理的時候 它會比較好去處理 透過的方式是一個叫Type Computation的技巧 我們會講說從C++標準的Standard Library裡面的STL 講到就是Boost這個Library Boost HANA裡面 它的Type Computation背後的概念是什麼 最後再講解就是實際上應用 這個是今天的Slicer License 它是BYSANC 在開始今天的正式內容之前 我們現在看一段非常簡單的C++程式碼 int i等於1分號 我們來看這個程式碼 它的右邊 它的i跟1這兩個東西 它在C++是一個Value或者是Object 就是i或1這個東西 就是它是物件或Value 它們的形別就是都是IntegerType i是Integer e也是個Integer 所以像左邊這個Int i 就是這個左邊這個Int 它就是個形別 C++裡面的形別 右邊的i跟1它就是Values跟Object 好 那我們現在一個問題就來了 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C++可能第一堂課 我們就知道我們可以寫i加i i加1或者是1加2 這種程式碼 那它們都有對應的四則運算 就是i加i等於2 然後1加2等於3 這種有的沒有的非常四則運算 非常的符合直覺 這是在Value跟Object這個Domain上可以做的加減乘處 那也就是Value跟Object的Computation 那我們就有一個小問題來了 左邊這個Int 它是不是也可以定義類似的東西 我們有沒有一個基礎元件叫Int1或Int2 那我可以把Int1加Int2得到一個Int3呢 那大家可能覺得這是不是在炫技 這到底有什麼用處 就是Int1、Int2、Int3到底有什麼用處呢 那就是這個就是今天這個slice裡面要討論的內容 好 那也就是說這個是今天的outline如下 那今天outline首先第一個 對 這個看得清楚嗎 第一個 我們來看第一個就是 為什麼我們需要typeconputation 就是在C++裡面我們定義了 剛剛這個1加1 type的1加1到底有什麼用處 那再來是我們接著就會說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定義跟實作這個typecomputation 那我們會從stl 就是標準的C++Standard library開始 那再講到boost它那怎麼去做typecomputation 那接下來我們會講幾個例子 那這幾個例子就會讓你的C++就是寫起來 看起來很像像python這種高階的程式語言 就是dynamic程式語言 那這邊第一個例子就是 一個讓standardtuple更好用的一個library 一個短短的code就讓你的standardtuple更好用 甚至你可以對tuple去做filter 那甚至我們可以在C++裡面做出一個叫naintuple的library 就是naintuple在python 如果這邊有寫python 大家應該都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就是你的struck可以被index成12345這樣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概念再延伸到 那我們可以一行code都不用寫 就是一行code都不用改你的struck 那你的struck就直接支援json dumper 或者是支援argument parser 那跟python這種高階程式語言幾乎是一樣的 那democode因為可能時間不太夠 我就放在github上面了 那在明天的議程軌 就是2點15分的議程軌裡面 我們也可以demo同樣的技巧 就是我們可以在C++裡面 在硬體設計裡面去模擬硬體設計 這個叫verilog程式語言的type system 我們可以用C++ type system 去模擬另外一個程式語言的type system 那明天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看一下 對 那它是它在明天 好 那我們就來講說 到底type computations這個東西 它到底有什麼用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個玩意兒呢 我們來看一個很簡單的程式碼 對 那這個簡單程式碼 這邊左邊這個程式呢 就是它是一個vector 那vector你會把它的第一個pointer拿出來 就是vector資料型別第一個address拿出來 然後這個advance函數呢 我想把這個pointer或者是iterator往後加三格 就是assess到第三個元件 對 那我們可能vector我們想寫一個advance這個方式 就是我們想寫一個加三這個方式 那list我們也想寫一個加三的方式 對 但是我們都知道在資料結構裡面 就是vector這個形別它是可以很快的往後推進散步的 但是list是不行的 這是資料結構告訴我們的事情 對 那問題就出在說 那我就會想寫一個就是template的if else 就想有一個flag像這個true跟false 那我就想要有一個這樣true跟false的功能呢 那去選擇說 我這個背後使用的演算法 我想用的是就是快速的一次加三 或者是我要做三次加一的 三次加加的演算法 那就是快版跟慢版 那我就會想在c++裡面有一個這個通用的函數 但是可以根據內容來決定不同的功能 對 那我們可能就會想說 那我code就這樣寫好了 advance 那我這個傳入 剛剛這個傳入的if else呢 是放在這邊的 對 那這個is vector如果是的話 我就直接把這個iterator往後加n格 那如果else不是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iterator往後加n次 那這樣我是不是就能得到就是這個 在runtime 就是在compile time的時候叫c++ 幫我產生兩種不同版本演算法 但是是同一個函數的功能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如果我把true傳進去 然後這個iterator傳進去 這是vector版本的話 那因為if這個這一行 這一行是可以compile的 else這行也是可以compile的 所以他很高興地通過測試了 好 那很不幸的就在這裡 就是不幸的點出現 就是list 他的這個函數傳進來 你傳false給他的時候 在c++標準裡面 if跟else這兩行 這兩個左側跟右側 就是同時都必須被compile的 就是他是在 就是他optimized掉 its vector這個時間點 是在很晚才optimized掉的 對 那所以說他的if跟else 同時會compile 結果下面這行 上面這行 it加等元一compile下去 他就crash掉了 就是compile就直接不會通過 那當然在c++17裡面 有比較不同的解法 不過我們現在討論比較標準的解法好了 對 就是比較傳統的解法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能不能說 我們再來看一個更極端的例子 甚至我把inspector這個函數 拔成false的 這邊直接我寫一個false的 這個code都沒有辦法compile 對 那就是說 compiler 即使看到if false 他都不能在compile time 就是在parsing的時間 先把這行弦去拔掉 這是沒有辦法的 那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需要type computation 來幫助這個東西 就是來幫助就是compiler 去在compile time的時候決定這件事情 好 那這邊就是解法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說 剛剛這個問題的解法到底是什麼 那答案就是overloading 就是在c++裡面 有一個很強大的功能叫overload 那overload再跟type computation 這個東西混合在一起的話呢 那它就可以達到 我們剛剛想做這個叫compiler 去選擇的功能 對 那也就是說compiler 他只會選擇就是有被overload overload到的那個版本 對 那它就不會 它就可以直接drop掉 沒有被overload到的這個版本 對 那這就是說 我們來看下面這個例子 下面這個例子呢 這個不是一個合法的c++ code 這只是一個示意圖 就是這只是一個示意 就是說我們有沒有可能 根據這個isVector 這個bore 這個flag 去選擇說 我要一個true的type inter1 或者一個false的type inter0 那把這個type寫到這個inter上面 對 那這個type 我再拿去call它的default constructor 然後掛在advance這個函數 就是剛剛我們要的這個advance函數下面 那我們一掛上去以後 我們就會把if0跟if1 變成兩個不同版本的function call了 那compiler就會在run time的時候 就是在compiler time的時候 幫我們選出一個我們想要的版本 那把不要的版本drop掉 那有了這個技術以後呢 我們就發現一個很 就是我們就可以很輕鬆 把剛剛if else寫成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只要把本來if else的code if的code放在這個inter1的版本裡面 那把else的這個code呢 再放到inter0的版本裡面 那裡面分別使做快速跟慢速的演算法 對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透過 剛剛有type computation 就是我們先做了type的if else 那再把它透過不同的overload 那把它傳遞給不同的函數 叫compiler去生成不同的函數 對 那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得到一個 就是我們這邊得到一個很 很快速的結論 這個結論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控制 如果你可以控制type computation 然後再加上overload的話 你就能控制compiler 在compiler的時候 幫你dram什麼樣的code 也就是說type computation 它基本上就是你控制compiler 幫你做事的起點 對 那它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功能 好 然後 這邊我們先賣個關子 就是我們在最後呢 我們在最後會講這個例子 就是假設我們在c++裡面 我現在手上就是有三個structure 對 那大家如果平常寫c++的話 這個structure 就是你要cls1s2s3 其實你是要寫三次不同的函數的 對 那這個非常非常的啰嗦 那通常大家都不想寫 那我們如果能善用type computation這個技術的話 那我們可以讓這三個cout 它是完全就是我只要寫一次code 那我就讓這三個cout同時都可以被implement出來 那不用有任何額外的overhead 好 那我們剛剛講過了很落落場前言之後呢 我們這邊 我們來定義說我們在type computation裡面 到底需要有哪些元素 就是我們到底在type computation裡面 我會希望裡面有哪些元件 那來構成我們type computation呢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舉到的例子 第一個就是說我要有一個type 那這個type可以在compile time的時候的值 被我決定說 我要在compile time 因為這個值去選第一個型別 else我去選第二個型別 對 這就是type computation的第一個技術 就是第一個需要的元素 那第二個type computation需要元素呢 就是我要有一個integer的type 那這個integer的type1跟0xor起來 它可以得到一個新的xor 就是1的type 那或者是像not1會得到一個int0的type 就是我可以做if-else 然後做就是boolean的operation 那甚至做整數domain的加法 就是我的int1跟int2 加起來要等於int3這個型別 那這三個呢 就是type computation裡面最重要的幾個要素 就是如果我們有這些要素的話 我們可以叫compile幫我們做出很多有趣的事情 對 那有了剛剛講了說 type computation是這麼的好用 那它到底就是在C++裡面 就是我們有哪個 我們要怎麼使用type computation呢 那很幸運的就是C++11之後 就是它又引入了就是一個叫int括號的型別 這個型別可以來幫你就是 處理type computation 那實際上 因為那個實際上的那個code在這裡 就是它的實際上API是standard integral constant很長 就是它很長 所以大家 我在講投影片的時候都會簡化為這個型別 那實際上大家可以去看C++這個document 就是standard integral constant下面 好 那之後的投影片裡面呢 我們也會常常出現到這種就是 為了讓code看起來不要太髒 我們會稍微做一些簡化 那它跟真的C++語法是有一點距離的 那大家如果有看到這個小註解的時候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 好 好 那這有點岔題了 那我們再回來講說 STL裡面它提供了這個 其實它直接就提供了int0 跟int1這樣的型別 就是這個int1跟int0呢 它都是這個型別 對那對應到的其實就是我剛剛說 我需要的int0跟int1 這個type computation需要的基礎元件 那我們來舉一個例子好了 就在C++裡面 在type computation standard library裡面的type computation 你要寫1加1是不是等於2 那return一個不我值的時候 你會這樣寫 你會用一個exempt的角括號 那去包住說 addint1跟int2 int1跟int1 那int1跟int1加起來以後呢 你就會得到一個int2 那int2再跟int2 就是int2再跟int2 去做exempt的這個方選 那它就會return一個 boolean的true給你 那也就是說在C++ 標準library裡面呢 你要做type computation 是可以使用這個函數去做的 對 那要注意的是 addint呢 如果大家要看 就是C++沒有提供這功能啦 那就是如果你要看實作的話 請去讀這本書 就是C++template的complete guide 對那我只是 因為stl將不會是今天的重點 所以 就是大家可以知道說 我們在C++裡面 是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達成type computation的 好 那我們這時候就有一個問題了 還記得我們剛剛說的是 我們最一開始在描述int1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是int1加int1 或者是int2乘int3 這種operation 就是我們在C++裡面 其實我們要做type computation 我們想像中的是這種 就是很直觀 就是有operator的語法 就是int跟int是可以做operator加的 那int跟int也可以做operator乘的 對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 是我們理想中要達到的事情 但是在C++標準裡面呢 就是我們只能用這種看起來非常囉嗦的語法 去達成就是type computation 那有沒有更好的解法呢 那這就是今天的第二個主題的 就是booster HANA booster HANA是一個library 它enable 把下面這種stl的語法 改成上面這種更為直觀更為好用的語法 對 那接下來的內容呢 就會講說 booster HANA它怎麼透過 它透過什麼方式 讓這件事變得更簡單 好 那 其實呢 把這件事做變得更簡單 我們剛剛有講到 其實我們需要的就是一個operator overload 就是我們需要的是一個operator加嘛 那C++裡面要operator加在type computation上怎麼做呢 答案很簡單 就是真的把operator加做出來嘛 好 那大家來看說 我們定義一個operator加 那這個operator加呢 它吃到一個int a跟int b的時候 它就return一個int a加 b的型別 它是return物件喔 注意它return的是int a加 b的default constructor 它會去建構一個int a加 b的物件出來 然後再return給你 那它會自己去推導說 1加1應該是一個1加1的object要回傳回去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本來想像中的是這個 就是int1加int2 這個東西code是不是能compile的呢 答案是還是不行啦 就是因為它是type加type 這在C++根本不是合法的語法 然而就是如果我是int1的default constructor 加int2的default constructor 那這個東西它是可以回傳 透過這個operator加回傳出int3的operator的object的 因為這個上面是type加type 這個不合法 下面是object加object 那當然可以很合法的回傳出第三個object 那這些object它裡面都沒有帶內容 它都是default constructor 但是它object本身帶的資訊內容就是type computation 所需要的東西 也就是說hana boost hana呢 它把type computation的type domain的運算 轉換到了object domain上來做 那讓整個code變得非常直觀 那而且是透過這個operator overload的技術來完成 好 那我們就來比較一下就是剛剛有說到 在stl裡面就是type computation是比較用c style這個function code的方式去做 對 那是hana boost hana它就想說那我乾脆就是用operator 那再配合上把type domain換算到object domain去做 那我就可以把我原本這個弱弱長的語法就很長 快寫完就是螢幕快打不下的這個code呢 換成這樣 變成1加1等於2 那看起來就非常的 就是比上面這個版本還直觀好讀的語法了 對 那這就是boost hana裡面type computation的基本概念 那甚至你可以透過c加加11這個user literal的 syntax 你甚至可以寫e constant加2底線c 1加1底線等於2 就e底線c加1底線c等於2底線c 那這個會直接回傳一個compile type的boolean true給你 對 這個是type computation 也是boost hana裡面厲害的地方 它就是透過不同第一次簡化成object 再透過user literal簡化成第二個object 那它就可以寫出1加1等於2 而且是在compile type去做運算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它不是1加1等於2 它是型別1加型別1等於型別2 這個概念 好 那我們再把剛剛這個圖我們再用示意圖去做一次 就是我們本來是int1這個型別 那我們會call constructor 那得到兩個int1的物件 那int2這個型別我們也會call constructor 得到int2的物件 那1的物件加1的物件你會得到2的物件 那object2跟object2一筆 你也可以定義一個等於等於operator 那它就會retain一個boole1的物件 那boole1的物件你可以再用c++11的decl type 把它還原為boole1的type 也就是說它其實就是在type跟value上面去做兩個不同的轉換 那它們轉換的核心就是constructor跟declare type這樣的函數 那可以看到在下面的這個轉換 就是boost HANA在物件domaincia的運算呢 它的type computation是非常直觀好寫的 對 那就是今天要講到的主要的內容 type computation在boost HANA裡面就是這個 好 那到這邊為止有什麼問題嗎 好 那我們還有10分鐘 那在接下來的10分鐘裡面呢 就是我會講說我們剛剛講的type computation 聽起來是很有趣啦 但是它是不是還是一個就是沒什麼用的炫技呢 就是大家可能會想說它到底有什麼用處呢 那沒關係接下來10分鐘的影片就會跟你講說 type computation到底有什麼各種有趣的用處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大家在c++11裡面有用過tuple這個玩意兒吧 例如說我可以maketuple然後整數stream 那我就會得到一個整第一個 第0個指是整數 第一個指是string這樣的tuple 對 那在c++裡面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語法 get1底線x get1腳括號ex 那得到就是它的第一個物件 也就是string這個東西 對 那就是get這個東西呢 大家可能想說打字打起來很多 那我們能不能用array operator的語法 就是index operator的語法去做呢 用剛剛type computation的技術 那很簡單 你在有了boost hana之後你可以寫這樣 x底線x腳括號1 那看起來是不是就更像python這種高階語言了 對 就是你如果有type computation的話 你是能做到這件事情的 那怎麼做呢 那今天的投影影片呢 就是大家會一直看到overload的這個字出現 就是我們一樣要靠overload的去做 好 那做法非常非常的簡單 只要三行code的 那我們要把c++11的這個returngeti 就是geti包起來 那我們幫他定義一個 他吃inti這個型別的operator括號 就是index operator 那我們就只要做這個包裝的工作呢 那我們就能達到我們剛剛上面說的這件事了 那我們把int1 1底線c 就是int1傳進來的時候 他會去對說inti這個i是1 那他就會說這i是1 然後他就會說 那我就要去get1回來return給你 也就是說透過這個operatoroverload的方式 我們可以很簡單的把 就是原本需要get的code 轉成用index的方式來寫 就是來改寫我們的topple的assess 好 那再來就是第一個例子 我按到上了 sorry 好 那剛剛第一個例子講完了 我們再來講第二個例子 那第二個例子呢 是我們可以做tuple的filter 那一樣我們從tuple開始 那我們假設有一個tuple 它是1 然後string 然後這個是還是int 這個是false 就是這是boolean 那第二個tuple是string 然後再一個5566的integer 那這兩個tuple 我們有沒有可能只寫一個函數 我有沒有可能只寫一個函數 那我就只把它的這個1跟100 就是print出來給我看 那我不想要這個string跟false 那我要叫compiiler幫我 可以卷出這樣的程式嗎 這是不是有可能的呢 那答案是可以 那怎麼做呢 一樣就是overload 就是type computation加overload 你就可以寫出第一個print general的print函數 那它只幫你print1跟100 那第二個函數 它只幫你把整數的5566print出來 好 那做法呢 還是相當的簡單 就是overload 那我們先假設就是在C++裡面呢 我們可以做 就是對tuple的這個int的size 就是tuple假設有四個值 我就可以對它做loop的1234 那我們把這個1234呢 綁到這個inti之後 我們create一個inti的object 然後我們接著用print every 然後再配上 剛剛我們第一邊 第一個 第一段所使用的就是 就是operator 我們可以寫說print every 然後t的di的物件 我們只要這樣做之後呢 可以看到 我們只要對這個print every 它去做不同版本的overload 我只要看到它是integer的話 我就把它c要出來 然後如果是任何其他型別的話 那我就什麼事都不做 那我就可以 我只要這樣短短的幾行code 那我就可以把int 我就可以把 就是只print integer的函數寫出來了 那當然要注意一下 在c++裡面 這個目前還不是合法的語法 就是你應該是要用下面提到這三個方式去做 那這個是為了方便解釋所使用的語法 就是它目前還不合法 好 那有了剛剛這個就是tuple的filter或index技巧之後 我們能不能再做更厲害的東西呢 那其實這個才是我今天想講的最厲害的 就是type computation裡面 我覺得最厲害的一個可能性 對 那如果說我們可以對type 我們可以對tuple去做loop的話 對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對struct也去做loop呢 對 那其實可以來看到 我們剛剛一開始提到例子就出現了 假設我們有一個struct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寫說 像這個就是我對它的裡面的每個名字 就是member name跟member方 就是member 去做loop 那把它做展開 那我對每個就是name跟member都去做print inner這個函數 那就相當於說我print inner 然後x這個字傳然後true y這個字傳然後把y傳進去 然後z這個字傳把y傳進去 我們能不能叫compiler幫我們做這個展開 然後第三個 因為我有不同的overload 那我就能說x等於true y等於123 z等於123 反正它都是不同型別 所以我就持做三個不同版本的overload 我們就能做出一個通用的print函數 那不管什麼樣的struct我都能幫你print出來 那這個這樣的寫法它就非常接近python了 對 那很不幸的是這個語法 那在c++裡面它剛剛更不存在了 就是在c++目前沒有這個語法 那python裡面有類似的語法 那我們要如何讓c++可以模擬這個東西呢 那我們只要就是我們只要做這件事情就好 就是記得我們從頭到尾剛剛一直強調就是overload 那我們只要在這個struct裡面幫它加入這個函數 就是它有三個member 所以我對它的三個member跟三個member的名字 各加上一個函數 就是int0我就return auto去return一個x 那int1我就auto去returny 我們去做這樣 我們偷偷補上這六行code的 那我們能做到什麼事情呢 也就是說我們對0,1,2,3個type 分別的不同 幫它overload三個版本的auto的函數 那我們上面剛剛這一個我們最關鍵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突然就變成可以達成了 就是本來我們想要對所有的name跟member去做這種 就是很像python dictionary的展開 那這個本來是做不到的 但如果我們幫這個struct定義了這些 這六個短短的函數 那我們就可以做用跟剛剛一樣的loop的技巧 我先去create一個loop di一個integer的物件 然後我們用它的geti就是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定義的函數geti跟geti 我們這樣就可以去對不同的overload做不同的處理了 那這個東西它在C++裡面它就是可以做到 因為它跟我們剛剛提到的tuple filtering的技術 是同一個技術 好 那就是我們剛剛說到 我們可以寫一個general的printf函數 來幫我們的struck做print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你可以在一行code都不用改的情況下 你的code就突然support就是python 像這種python的argument parser了 也就是說你只要再加一個額外的library 然後你完全不用去改你原本的struck 你的struck就會自動去support argument parser 那這件事怎麼做呢 我們只要把就是本來的printinner 改成就是這個argumentC argumentV 然後對不同的版本 例如說我看到boolingValue的時候 就是我看到booling的時候呢 我就會說如果有-name或-no-name 我就把這個argument裡面的-name-no-name吃掉 然後去設定它的booling值 那這個如果我是streamValue的話呢 那我就做這樣的設定 就是我如果看到-name然後value 我就把value存到name裡面 那就透過不同版本的overload 我們的code就一行也不動 你只要再寫一個argument parser 那你的code就可以自動的支援argument parser了 好 那剛剛我們有講到就是 你為了要達到這個這麼方便的功能呢 其實你要多寫那六行code 而且非常的就是很沒cord的方式去做 就是落裡八說的 對 那就是它非常的囉嗦 那有誰會幫你寫呢 那沒關係 就是我用boost的library 就是boost preprocessor這個library 就是在這邊幫大家定了一個macro 那就是大家可以去這邊抓 對 那這個macro呢 它就是去做剛剛就是 我們把所有的members drug傳進去 然後它就會自己去做這樣的rooping 那幫你把所有需要的函數都傳出來 好 那就是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了 那我們來大概講一下 今天大概講了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為什麼需要type computation 那它到底有什麼用 那以及type computation的應用 就是可以做tuple的assets跟filtering 讓code變得更簡單 那甚至呢就是我們可以做到像這種 python高階程式語言 本來想像中 python高階程式語言才能達到的 就是這種資料處理 就是parser的print 或者是argument的parser這樣的功能 對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們不管什麼東西 它其實都是用overload 它的本質都是用overload方式去做的 好 那今天的就是報告就 就是今天的slice就到這邊 那看大家有什麼問題的嗎 誒是 誒是 那個sql 不 那是我們在說 那個sql 那實在是 那是這個sql 那不就是這個sql 那就是它是怎麼 對了 那個sql C++裡面應該是沒有這個東西 但是你应该 你要用的应用是 DecayType等于等于某个东西 这个应该是新的程式语言才有的功能 还是可能是Rust那类的 就是有根据Type去做Matching的这种功能 应该C++是没有的 你是说用那个就是 把Type转成Int的那个方式去做 对 但问题就出在所有的Branch 它都需要去Switch 就是所有的Branch都需要被Compile 对 本质上也是Overload的方式去做 对啊 其实你要用这个 你还是要用到一堆SNFAE 就是 它只是提供一个比较干净的语法去做这件事 就是你不用 Boost 应该说 Boost的Runtime很费 应该说刚刚上面讲的这些都在CompileType去做完成 那Runtime它的Overhead应该是零的 对啊 就是CompileType会变得很厚这样 那如果你用这个的话 HANA的话是比较新的东西 那我觉得它的相依很低啦 那再来是另外一个如果你用Pre-Processor的话 那Pre-Processor基本上连Compile都不算了 所以它的相依性就更低了 对啊 对啊 没错 没错 其实你可以再Overload一个就是吃Intel的Gator没有错 那第一个问题是C++的Function不支援就是这种部分特化 就是Partial Specialization 那也就是说你要做你刚刚说的这些事情的上 你刚刚在C++的标准下会有点困难 23的Expecting 没有耶 对啊 就是 时间到了 好 好 那可能就时间的关系我就把这个麦克风 好 对 谢谢以上同学的提问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就是有问题的可以私下去找讲者 那我们就先再次掌声谢谢讲者玉胜 谢谢